欢迎来到车神观点 文巴亚马的第一场季篇赛就吸引了万千关注 毕竟是选秀前两年就名满天下的人物 也是唯一一个在选秀前我都能做两期视频分析的新人 而且最奇特的是 吹文巴亚马的并不仅仅是蹭热度的媒体 很多非常懂球的媒体人 自媒体人也对他非常看好 并非只是他云霄做的好 比如说Ben Taylor在他一期播客节目里认为 文巴亚马在选秀前的天赋可以在历史上排到第九名 甚至要高于郑肯和AD Ben Taylor作为一个对远古篮球研究 堪称全球最高一档的自媒体人 他有这种评价 我认为也可以说明一些问题 下几年赛文巴亚马就打了两场 一场十三中二拿到九分八板 正好也碰上布兰尼的掌锅事件 被黑成营销泡沫 不过第二场十四中九拿到二十七分十二板三茂 打得不错 然后马次就不让他打比赛了 开始默默训练 这段时间马次并没有爆出太多文巴亚马的训练视频 波波维奇接受采访也就说一些套话 比如说他非常善于侵略 非常聪明之类 波波维奇也提到了 还在了解文巴亚马的特质 以及在打比赛的方式 他的身体如何运作之类 看得出马次对待文巴亚马非常谨慎 也非常耐心 我之前对文巴的期待总体偏高 我认为此人上线不可估量 而下线能达到全明星 他的防守兼具护荒威胁 和迅捷的移动速度 防守面积可以从发球线到低脚 同时还能随时回手篮下 解决了现代篮球五号位 最难的出得去回不来的问题 这是文巴亚马的基本盘 也是上赛季小角力军攻进去 做到的事情 所以这是我认为文巴亚马 必然有用的本质逻辑 它首先先确保了 在场上一端的价值 至于进攻 从它之前的数据来看 射数有进步 一个赛季罚行运动率 从70%到83% 但是是否有顶级的投射天赋 依然有代表证明 你的投射天赋是马龙 还是诺维斯基 有本质差别 如果文巴亚马真的有顶级射数 那无论他用什么打法 我认为他都可以成为一个 历史级球员 至于空运就算了 我认为2米2里以上的球员 不可能在NBA大量运球 NBA不是马戏团 他在法甲那些最引人注意的 各种面框变相 持球后车步跳投 胯下过人等等 我都觉得都是花拳秀腿 你继前赛玩玩还行 在NBA高强度的比赛里 这些事情尽量还是少干 文巴如果能提供 高质量的无球中结和定点投射 我认为他已经是一个 全明星打击的基本盘了 第一个赛界 他就能有巨大用处 但马次的想法 我也并不清楚 也许马次认为文班不止于此 可能会牺牲战局 去探索文班到底能做到什么 不过就这场比赛的打法来看 文班和我的设想更接近 这场比赛他打了19分钟 13中8 3分5中2 砍下20分 效率不错 场面好看 但具体去看他这13次出手的打法 还是能看出一些 他未来可能的比赛风格 这13次出手里 有5次定点出手 2次快攻 2次二次进攻 剩下面框 低位 掩护 手低手各一次 这是一个高度无球的风格 他虽然不少球也会运运 但整体还是以无球为主 他优秀的控运 可以在定点突破的时候 帮他完成更好的进攻 比如这个球 他面对切特的防守 直接一个胯下过了对手 然后冲击篮框打进 再面对和他一样高大的防守人 他能做到一些 较高难度的持球突破 这个人球结合能力 在他的体型下确实厉害 他面对切特 这次篮下拉杆 也有不少前置动作 确实是天赋的体现 你能理解 这只是一次季前赛 他正常比赛 不见得能玩出这些花样 但是他的天赋确实没得说 你让很多两米的球员 也很难做出这种 流畅的突破加拉杆的动作 这场比赛更值得注意的 还是他catch and shoot的那几个球 虽然跟真正的射手相比 他出手速度还是偏慢 但是他超高的出手动作 让他可以从容做出投篮动作 对手如果贴得太紧 也会有犯规风险 我认为这是他应该 更多使用的进攻方式 期待我们马亚马 像早年KD一样 各种绕掩护出手跳投 从这几个回合来看 似乎也完全有可能 我能理解 不少人不看好文班的原因是 和他们以前理解的 篮球哲学相悖 两米二的人 似乎就应该统治内线 但我认为思路还是得打开 文班现在的打法 真的就像一个侧翼 他这场比赛 完全不做掩护人 大量的定点出手 出手5G3分 从四竹度角定点突破 你说是小前锋也不会过 在进攻段开 跟中锋完全没关系 而我觉得这么打 可能是对的 更多的外围出手 投到什么程度 直接决定了 他这种打法 到底能打出什么样的上限 至于防守端不必多说 这些回合文班亚马 本来就能轻松做到 他在防挡拆的时候 被对手过了并没有关系 他只要回头手一伸 就能盖掉投篮 拥有这种臂展 还有速度和灵活 全世界还真就他一个人 他这场比赛 也有一些借助长臂 完成的抢断 防守说我对他担心最小的部分 他现在确实太瘦了 面框顶不了自母哥 低位防我了越基奇 但这些我认为 用长臂大量刷卡 其实就已经会转化成 正面的比赛攻击 总的来说 我对文班亚马还是偏看好 他可以在进攻端打空间四 而防守就占上五号位 只要他射数够好 进攻端摇摆到三号位 都不在话下 这并不是一场比赛的看法 我观察这个人有两年了 第一年我认为 名过其实花拳秀腿 而在法甲的第二年 我已经不这么觉得了 当然目前他还是一个 更多给你想象力的版本 相比于邓肯 博德 Magic 这样真正的历史级天赋 多岁了 而文班亚马只有19岁 他有的是时间去探索 到底要成为一个 什么样的球员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谢谢大家